把螃蟹蒸熟后一打开 没像里头有一大坨墨绿色的蟹黄 这可以吃吗 就很异样 一般应该打开不会是绿色的 对啊 没看过绿色的 就可能就黄色吧 或红色这样子 或白色的肉啊 就 嗯 可能就丢掉 看到墨绿色蟹黄 大部分人都心驾驾 不过海产业者认为这是正常现象 因为墨绿色是和螃蟹吃下肚的食物有关系 很多人会害怕 其实这是一种脂肪 脂肪 但是它摄取的食物是藻类 比如说有关绿色的一些海草之类的 所以呈现出这样一个绿色 如果是养殖螃蟹 大多会喂食玉米 南瓜 所以会呈现黄色 海产专家说这只螃蟹可能是吃素的 吃下大量的绿色藻类 才会让蟹黄呈现绿色 不过独物科医师建议墨绿色还是少吃为妙 颜色是很绿色 跟平常看的蟹膏是不一样 或是闻起来有异味的话 那就不要吃 就担心会有维生污染 就担心民众吃了会有一些食物动毒 医师建议如果对食物有疑虑 不要贸然吃下肚 否则吃完之后伤身还要看医生实在划不来 进去人多何报导